大家好,我是5仔 娛樂集中,請大家按LIKE,支持我們廣播 會和大家追蹤這位黎淑然 即是盧慧光的前妻 過世後兩個兒子的去向 為何這麼快離開香港 我又沒有聽過黎小姐有搞告別式 也不是很久 那是媽媽來的 這樣就飛了去 這個真的要研究一下 另外看到張志恒的老婆 又吵她 說她不讀平安卡 即是叫她老公做地盤 唉這些事情 你這些家事拿出來研究一下 她又來了,新一年 新一年第一炮 就說她懶得睡覺 不去讀平安卡 不去地盤做粗食物 唉,真是悲劇 另外又說說無線小生 直播大課十二個小時 真是做到死 原來這半年賺了過百萬 但原來最差的時候 有人說她做洗車 那個是誰 高均賢 不是吧 高均賢要不要去洗車 這些新聞哪裏滾出來的 先研究一下 先講一下黎淑然兩個兒子的最新動向 12月26日 那天 燒炭過身 中年46歲 她和盧偉光結婚 有兩個兒子 一個叫Jacky 一個叫Joven Joven 2006年離婚 兩個兒子 和她的現任老公 還有兩個兒子 四個兒子 一起去了那個域多里公眾殮房辦手續 見了媽媽最後一面 盧偉光其實在1月2日 就貼了她和黎淑然生的兩個兒子 在機場 大合照 就說弟弟要去為自己的事奔波 努力啊 以前就是我和弟弟送哥 現在就是我和哥送弟弟 那麽快離開了 有些事不能等 讀書緊要 有些事 心靈 那真是 其實她媽媽都頗漂亮 她媽媽其實年輕的時候 樣子有點像袁家敏 真的有點像 袁家敏 袁家敏很身材 但她的樣子很像 有時候的事很難說 別人家事 我們就不要太多事了 這些事不關我們事 純粹有新聞說 我們又說這樣 那別人家事又說張志恒 那她是給她說的 那她就不是多說 那她是自己說的 你說別人家也說的 是啊 文文說 別人說我瘋了 喜歡拿這些家事出來說 唉 早知今天何必當初 有早知沒有乞丐 那些事在砂盆演算 也會推算到的 她做一段裏 經常說我生之前 有沒有想清楚 她說 她們現在生歐歐在這裡 是不是要我扔掉她們 你們才安樂 經常說我活該 放心 我已經在承受 我要承受的東西了 唉 真是 出少一句話 人家说你一句你拼一拼 因为那些东西在他心里是最硬的 你远离那个社交平台就可以了 他也是不紧的 在社交平台上找食 你说说臭小孩 其实穷人臭小孩吃拌面的分享也有观看 不用拿内心世界出来 我见那些大明星真的没太好拿内心世界出来跟你说 他们那些内心世界都是给你知道的内心世界 你们是不太适合这样做的 孩子还小还有一转转 远离这个是非界 如果你是脚踏实地 打算做地盘的话 但我觉得这样做人很浪费 被你赢了 在当中这么多女儿里 这么多人不能留肿 是你留肿这么厉害的 被你抢贏了 那你抢个明星回来 现在又说要他做地盘 他对了 齿路不通 张志恒你看他都没有发达 不会做到明星 他自己想做地盘才行 吴浩康是不同的 吴浩康真的是脚踏实地 性格的问题 全城激赞他是真男人 我也觉得他很厉害 我也觉得他很厉害 正在咬牙关 是呀 旧同事张志恒也是 之前和几个红卓纳 几个有说过他们的新闻 说Steven 他现在没有长工 没有的 卖假狗 他在性商品里 他老婆又来了 出调了 出调了 这个Steven 这个示范 由得 儿子捱饿 也没有办法学 吴浩康这样打地盘工 他为了睡觉 他自己不去读平安卡 我这样的 即是他不想 他不想 他不想又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又没有做到 家又齐不了 后面那两个不用想 其实你个人自己都没有搞定 学生孩子 这就是个次序的问题 他还要告诉别人 其实你是个新教 这个很简单 不要跟别人拼搏 供人给生孩子 以后教个儿子 不要搞出人命 不要学父母 反面教材 做不做得出 说得不说得出 这些东西 你不要让子女同学知道 他是张志恒的儿子 他们不知道 一个人也有尊严 但你的尊严 又喜欢自己放上网 被人掐踏的 不是说你这么简单 其实个个人 就算古田乐 都会被人罵 放上网 但是你是喜欢去回应的 不是事实也不回应 这些东西感情事也不说 一向做明星就是这样 他们要这样也没办法 越觉得网上会有人 有人同情 但是踩的 吃花生的占大多数 个个生活都艰难 你要那些人给钱你可以 有些人也在我那里投诉 他要收钱 逼我什么 逼我给钱 又说我会给你的 下个月什么 我觉得 给不给 不要说那么多 就是很多人 他不是无私奉献的 是啊 你会催人家交钱 别人也不会想交给你 你想碰到十全大好人 那你本身那副牌是烂的 是啊 那你在这个网络撞回来的人 哎 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是死局 这个局是残局 搞得很不开心 有了四个小朋友 近年被封离婚界KOL 经常都说 我们其实没有感觉 因为离婚 如果你说老公有钱 就分身家 没有钱 那你分什么 离婚就是离婚 你本身自己又不是明星 你离婚就是离婚 旁边屋邨的妻妻离婚 那是什么 就是那种 整天在网上发火 报纸说他 其实元旦上载 他一百天兴祝活动片 还兴祝 也挺有仪式感的 我没有仪式感 所以我不是很花钱 那他百天宴 那他没有摆宴 也做个兴祝活动片 1月2日 连发三个限时贴文 黑底白字 又投诉 为什么这个世界可以有这样的人 他说 儿子发高消不停哭 我在哄 外面两个儿子肚饿 肚胆死说没有钱 所以没有处理 哎呀 没有钱 屁股 为什么那些人可以这样 离婚就只有港字 不是呀 真的 有些人离婚 我说不要离婚 不要离婚 有些就是 因为小朋友有个完整的家庭 但是你的家庭 人齐而已 但是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的 有一样东西 基本的就是责任感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怕什么离婚 你既然说 是的 既然说是 他都不管儿子 离婚和不离婚有什么分别 不要只我说 离婚而已 其实离婚很闲 在香港六成离婚率 不是教人分妻 只是分析而已 是的 这是他自己说自己想的 喂 那你 他在这里又没有什么作为 我不知道你干什么 真的不知道你干什么 你自己照两个 他就照两个 看看哪些可以 不行的 就是有社工跟进 是凄凉的 凄凉但是 没办法 有些 你说你很惨 就是我见有些寡母妇 照大几个子女都有 是的 那个老公死了 对不对 那个老公死了 自己出去做工 跟着那些子女生性自己也可以 那些小孩真的很小 现在正在做工 很可憐 哎 真的 一个发烧都烦 两个还饿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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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你不会煮东西吗 不会煮面 是不是 煮什么 我不知道他煮什么 可以不可以 这个人 你以为他可以帮忙 他又不帮忙 这个张志恒是不是本屁 其实他就是说 是不是离婚 是好 是不是你要了 拿虎洋权不跟你搶 这个混蛋 真的 那些人经常说 你 如果想那些小朋友 有好就不要再罵 张志恒 不要改她的名字 这些是不是人才行 究竟 他老婆也罵了一份 他没有责任感 但真的不关我们的事 已经算是罵得不狠 你知道我罵人 你有听薇辣的影片 有些人 我罵人不是这样 我罵人是有粗口的 还很厉害的 外界反应当然是罵了一份 他依然发泄 他说个个只会说我发癲 在这里会说我 拿家事出来 你有没有想到我多年经历过什么 人有八个苦 你猜得你苦吗 你说你四个子女 在香港 即是未必 香港人 但可能南亚裔 多个你也还有 生七八个也还有 你说你很多子女 你又不是很多子女 你说你很老 又伤残做不到事 又不是 是懒 其实说真的 有人比你苦 不过你两个最出名 在这些处境来说 是的 出名 其实你将钱是家里有些钱 以我所知 你妈以前在北角卖鱼 卖鱼好像是 也有些钱 不然你拿不到终活 他说他不说 原因是不说 原因是不说 当然是有货 你一定是有些东西 他不说也没办法 他这个子女 不行 真的不行 其实是很简单的 离婚 但四个儿子 去向是他重视的方向 他说 是否我只要两个小朋友 另外两个怎么办 如果给他就死了 我能力只可以照顾两个 请问另外两个又可以 真的送去机构 每个人都说我常常会叫离婚 但做不到 那你又可不可以教我怎么做 是否送去保粮局 亦呼吁不想看消息的人 可以追求 问社工 是否去保粮局 四个都可以 待会 你待会抽两个去保粮局 那两个成财 不是开玩笑 这些都是你们的问题 不是 去到这些家庭问题 例如有朋友 我都说我不会安慰你们 我不会有这些苦 因为 我不会生孩子 我直接是不育主义 这些是痛苦的根源 有钱也不生 不要说你没有钱 你这个处境 一定是不会发生的 真的不会 没有办法 我们不会经历你的苦 所以我们会吃这个花生 就算了 也不会揭你的私隱 纯粹报纸有什么 就说一下 对 对 生性 另外再说 TVB小生 高军然 有没有搞错 他去洗车 他家里有些钱 高军然 内地人气急升 别人封他国民女婿 不是吧 拍新闻女王 新闻女王 其实高军然的角色很好 又是律师 又爱女朋友 不过他那个角色 又是拿来搞的 你喜欢那女孩 都知道她是工作狂 张佳怡 有什么可能说 你将来结婚 就做我背后的女人 跟我生足球队 这些白痴的 这个剧情 我觉得她的角色 是最愚蠢的 当然我知道 有些男人是这样想的 但是你不是娶这个女人 如果你说要个女人 回来帮你做烹饭妇 那现在就开拍 逆天旗安二 高军然有很多机会 他的电影演得挺好的 刚刚开始的时候 演戏一样的 其实高军然越演越好 14年北上发展 大货直播 什么都做 诗哥靠这个自媒体 半年赚七位数 希望过多一两年 有过亿生意 哇 半年七位数 就不是很难 过多一两年 有过亿 这样就很好发展 这么多钱干什么 很难说 因为有些人比较窮 就会想多些钱 这个人很努力 这个人 他说直播卖点心 卖袋 有二百多万人看 试过播足十二个小时 下午三点 播到凌晨三点 不行 去厕所吃饭 他也很敬业 刚刚睡前拆手机 点进来还在播放 那些人说被吓了 有时觉得那些人真的很努力 真的很努力 说他滔滔不绝地在说产品 又在这里换衣服 又试食 觉得他已经吃了五六餐 又不是怕饿了 原来拼命吃东西 拍摄的时候在这里吃东西 吃了很多东西 其实之前成了名的事业 也是挺好的 后来试过拍古装的幕后大老爷 他NG太多 表现又不理想 他有一些监制的剧组 不用他了 觉得他像NG 又因为受伤要停工 更换人 当年传说他坏得走去洗车 不会吧 应该就不会了 这个英俊需要什么洗车 后来2021年 说他和亿万千金一起拍拖 那些我相信 那你需要什么洗车 洗车是他自己洗自己的车 在家里樓下 你说他拿个桶去洗车 有没有可能 高君然 TVB要签一个人 要签一个经理人合约 要给他做冠军 他家底一定不会太差 不会太差 如果你家底太差 没什么读过书 住公屋 那些 为什么他不签你 我听回来 你家境不好 你家境不好 因为做电视 很多时候没有稳定收入 你家境不好 你费钱也不怕伤害你 你外面看看有没有其他职业 如果你说签实一个人 你见很多港者 家底都不简单 是的 高君然不会弄到 要落魄到要洗车 只不过我想 拍到他帮自己的车洗 洗自己的车 然后你说他是洗车仔 神经病 没可能 应该就是这样 今天的新闻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说其他新闻 拜拜